指揮中心在7月中旬为解封后 有条件放宽健身房、电影院等公共场所的管制措施 却陆续传出确诊者足迹 我们实际来看健身房的防疫措施 有健身房业者表示 从5月中升级3级警戒以来 已经长达两个月没有收入 每个月光是电租和人事费用开销至少50万元 如今好不容易重新开放 为了积极做好各种措施 防疫成本提高不少 像是会员和教练 不只上课前要测量体温 全程佩戴口罩 也要求员工每周都要快筛 另外每层楼同时只开放一组会员上课 团体课程人数上限 也从六七人降到两人 同时还添购直播设备 转型为实体和线上课程并行 做好下半年与病毒共存的准备 热线最终记者蔡家珍 陈世忠 但您了解 把这个胡林像当初先把它甩起来 不要用腰 OK 那我们胸口帮我挺起来 健身场馆 微解封 运动爱好者终于可以来到健身房 使用各种器材好好动一动 疫情前我正常来讲 几乎每天 就是几乎每天都会来运动 有客上 总比没有客上 或者在家自己可能看个影片 可能不知道自己做的 动作是不是正确的 当然相对性就可能运动功线比较高 不过重新开放才半个月 就有其他连锁健身房传出确诊者足迹 为了做好管制应变 就有业者不只配合政府的防疫规定 更进一步规划各种措施 只花一个月 突然间又宣布尾解封 然后其实我们业者的反应能力 你必须非常快 你才可以赶快又回归这个市场 你要帮你量一下额温 采取实联制测量体温 全程佩戴口罩都是基本动作 业者更自我要求 一个空间同一个时段 只开放一组人使用 原本六到八人的团体课程 也降到最多两人 尽可能以一对一教学为主 我们现在实际的状况 可能会是以一个慢慢回升的趋势 并不会说像我之前觉得 可能会有包袱型运动 对我们来说是不无小补 业者坦言即使来运动的人 比起疫情前少了一半以上 还是不无小补 因为三级警戒暂停营业那段时间 经营压力实在很大 包含两间的实体店面的租金 还有人事成本 因为我们还是有持续付底薪 因为教练还是要来直播 所以大概一个月是烧掉50万 好 好 线上课的同学们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是上狐林的课程 那我们现场有一位学员 会跟着线上的同学们 大家一起来做训练 因应疫情 业者布置开放实体课程 教练还要化身直播主 同步在线上进行教学 我们在这个时段 也会进行直播这样子 然后线上课程 预计这样的措施 会维持到年底以前 线上的学生的动作 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那种问题才是很累 不同于平常实体课程 可以直接看到 肢体动作是否正确 线上课程透过镜头 多少还是有些阻碍 要是又碰上网路卡卡 看不清楚学员动作 就更难精准指导 对教练来说 也得发展出另一套教学模式 疫情前我们会直接 点出他那个地方的位置 在哪里比较精确 那线上课的话 我们会多尝试用 比较简单的词 让他知道说 我们是在讲哪里 对那就会比较考验 我们说我们的表达方式 要再更清楚 那强度我们也会尽量抓 是中低强度 尽量降低动作难度和强度 避免学员在家可能受伤 另外业者也强调 实体课程之间 都会间隔至少一个小时 将用过的器材彻底消毒 也不提供毛巾 淋浴等共用设备 而按照现阶段规定 健身教练每七天 就要做一次快筛 因为有可能有人确诊 我们就必须要停业 三天来进行消毒 那其实这个对于租金啊 人事层面也都是一个 很大的损失 所以我们一对一教练科的话 我们就会提供学生 一个月一次的居家快筛 那我们自己的教练 他们本身就会 七天做一次快筛了 消毒快筛事迹 再加上各种新添购的 直播设备 都是疫情期间 与病毒共存 少不了的防疫成本 另外像是电影院 同样也是微解封的 热门场所 在验票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我们是要求客人 自己用把票撕下来 然后丢到我们的 指定的收票的票楼里面 然后是用QR Code 那可以直接出示那个画面 给我们的同事干部看就可以 每花座 以及每一场入场的人数的上限 这些都是比较早期 直播中心就已经有 定好的规则 那当然观众在每一场 看完电影之后的离场完 那我们的清洁人员 就进去做完消毒 才会开放给下一场的人员使用 业者强调 每个电影场次 都有人数上限管控人流 电影散场后也会消毒 全面禁止饮食 座位采取梅花座 只是房不胜房 就怕三五好友或是情侣之间 难以保持社交距离 另外半个月来 也陆续有不同电影院员工 出现PCR筛检阳性 暂停营业 在金站有上班的员工们 那就全体的去完成PCR的筛检 照规定来有确诊者的话 每一个行业他必须要停业三天左右 那我们也是在这三天之内 当然还要再完成更彻底的消毒 人群密集的地方 事实上是也会比较容易出现 确诊案例 也许这里的灾检能力度可以增强 医师认为目前国内社区 还是有感染源不明的隐形传播链 想在这样的状况下 兼顾经济活动与病毒共存 最好的做法 恐怕还是提高高风险工作人员的筛检量 及时阻断病毒传播 阳性率高的话 就应该要提升筛检量 跟增加筛检频率 如果量这个阳性率低 或是接近于零的时候 也许就可以减少筛检数量 跟拉长筛检的频率 原本只请的员工 在来上班的第一天 我们都会要求他要快筛 那快筛确定是阴性的之后 你才能够上班 快筛的一个频率要怎么定 这个可能要各个业者去跟工会 去来讨论一个频率 也许会是比较 比较是大家的一个统一的准则 在这避免说某一家是这样 某一家是那样 电影院是否应该比照健身房 每七天快筛一次 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而新冠疫情起起伏伏 对各行各业都是考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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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